救护车 救护车 恐怖画面曝光 前方一名赤裸上身男子 左胸鲜血止不出黄流 后方一名原警表情痛苦 仍然紧握手枪 在后方戒备 两个人都中弹了 救护车 快点 救护车 前方男子不断咳嗽 口脚冒血 情况紧急 旁人吓出一身冷汗 召集帮忙叫救护车 路人赶紧拿出卫生纸 试图协助直屑 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要打他 他袭警啊 他打我 事情发生在彰化山岗 一名原警因为发现一部 无号牌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想要来听骑车的太极移工 却被对方加速逃逸 警方认为有犯罪疑律 立刻追踪到公疗现场 但是却被移工攻击 双方发生扭打 原警见状开枪制止 却因为不明原因误伤自己 但是随即又开枪制止移工 造成移工左胸中弹 身受重伤 紧急送医 过程中 旅员击发两枪 造成该名外籍移工 左胸中弹贯穿受伤 旅员左手臂中弹贯穿受伤 那有关该名外籍移工 是否涉及刑案的部分 本根局课证调查理清当中 好在两人紧急送医之后 都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用枪时机等后续细节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理清 记者陆军杰 陈诚茂 彰化 采访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